桃園棒球隊連續兩天舉行賽後演唱會 除了有Karen Sissi 蘇勇康等眾多歌手到場表演 第二天更是邀請到華語流行音樂教父李宗盛 擔當壓軸演出 掀起賽後另一波高潮 其實在08-10年間 由李宗盛、羅大右舟、華健、張正苑組成的超級樂團總管線 其他三位成員都曾來過桃園 而這次大哥李宗盛終於敲定時間來到球場表演 他提到這是個特別的邀約 無關錢的問題 因為棒球是他的童年回憶 更是社會所有人的年酌忌 並感性說到希望今晚的演出讓大家永遠不會忘記 自己也會永遠記得和大家一起的演出 李宗盛一連帶來多首經典歌曲 包括《夢醒時分》、《真行英雄》等 現場萬名觀眾跟著唱賀 許多人更流下感動淚水 隨後他以年度金曲山丘作為壓軸 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非凡而樂整理報導